最近这几天,国际上最瞩目的事情,就是习近平访问美国,参加APEC峰会的事情 最近这几天,我看到无论是亲北京的媒体,还是亲美的媒体,还是Facebook,IG等网络媒体 总结起来就是,气氛友好,问题不少,粉红自豪,反贼破防 这次我们就好好地谈一谈拜习会 其实在中美元首会晤前,两国就已经搞了外长级、部长级的会谈了 习近平来到旧金山的第二天,受邀参加庄园会晤时 两辆红旗直接来到庄园主楼门口,拜登在门口那等候住呢 可以看出拜登那天是贼兴奋的 拜登那天还掏出手机,给习近平看一张照片 是习近平在1985年访问美国的照片 当时的习近平还只是郑定县的县委书记 拜登一边给习总看照片,一边说,你一点都没变 美国那些官员脸上都笑得有模有样了 中美关系感觉一下子变好了 这场拜习会,到底习近平和拜登都说了些什么呢? 从官方发出的新闻稿来看 中美双方就俄乌战争、尾巴冲突、台湾问题、香港、新疆、西藏等地人权问题 深入交谈和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说,中美关系有两种选择 一是加强合作、稳定双边关系 二是挑起战争、破坏世界和平 这两种选择对于全世界都有重大影响 习近平说,中美双方必须打交道 妄图改变对方是不实际的 冲击对抗的后果是谁也不能承受的 下面习近平重申了中国发展的本质 中国绝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 不走国强壁坝的歪路 不搞意识形态输出 不同任何国家搞意识形态对抗 中国从来没有想着超越或者取代美国 美国也不要打算压制中国发展 习近平提到了中美关系五大支柱 一是对对方有正确认知 二是有效管控分歧 三是共同推进互利合作 四是共同承担大国责任 五是促进人文交流 习近平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敏感的话题 美国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付诸在具体的行动上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中国最终必将统一 这里我要插一下最近台湾的大事 蓝白已经宣布合作了 2024年要组建联合政府 你看民进党那边是死了一般的寂静 这里不排除民进党已经被美国交易掉了 这个话题我会在后来的绿蛙快报 好好的谈一谈 我们继续 习近平说 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单边制裁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政党权益 希望美方严肃对待中方关切 采取行动取消单边制裁 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 开展禁毒合作 增加中美直飞航班 恢复中美两军高层沟通 接着就是拜登发言 拜登重申上次巴黎岛会谈的谈话内容 美国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压制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 中美经济互相依赖 美国乐见中国发展 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暗示拜登讲话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布林肯几乎是身子面向拜登 用非常紧张的表情直勾勾地盯向了拜登 就怕拜登说错了话 之前就发生过拜登说错了不少话 比如我们要毁灭台湾 然后白宫急忙出来澄清的事情 然后拜登开了场记者会 有个记者问他 你之前提到习近平是独裁者 你以后还会继续说他是独裁者吗 拜登说 是的 他是一个独裁者 治理的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与我国并不相同 台下的布林肯又坐不住了 中国这边是一个简单的记者会 王毅回答了会议上都说了些什么内容 会议流程结束后 拜登亲自送习近平出来 拜登说 这什么车啊 好漂亮啊 习近平回答说 这是咱们中国自己国产的红旗 然后拜登打开车门 低头看住车内的装饰 说和我的车一样漂亮 习总结束会谈的当天晚上 中方举行了一场招待晚宴 里面的人都要自己花钱的 据说一张门票2000美元 苹果公司的执行长库克 Tesla创办人 X公司董事长马斯克 等一大堆企业的领导人 全都来了 习近平在会场发表了主旨讲话 台下掌声不断 好家伙 习近平的影响力真是到位啊 在后来的会谈中 日本 韩国 加拿大等一堆美国的小弟 全部都是出对中国和缓的态度 其中日本的岸田文雄 还苦苦地哀求习近平 能不能撤销对日本的水产禁令 结果被习近平残忍拒绝 至于拒绝的理由 大家也是熟悉的 你不妥善处理好河污水 我就永远不会解禁 而你看看韩国的尹熙悦 对住习近平是个什么表情 当然 我最后是祝愿中美关系友好 最好双方不要打仗 毕竟没有人想要战争 我们不会忘记 154年前华人修筑的美国太平洋铁路 我们不会忘记 70多年前美国派飞虎队支援我国抗战 愿中美关系旺谷长青 愿世界不再有战争 愿世界和平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见 拜拜